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挣到钱了没有 你是不是受成光标的影响啊 有点嘲讽你的意思 渡哥 你给长江渡楼你是原作业代哦 这个事的成功是来临很多生活和平时工作的积累和沉淀 你是总指挥啊 我是总指挥哪个总指挥啊 电话另一段是我的朋友老杜 最近一段时间 他正在给长江底下的白鹤良水下博物馆做防水 老杜在电话里说 在长江底下做防水堵楼 应该是可以载入世界防水史册的地方 不去记录他一定是我的遗憾 说心里话 脑度从一个棒棒 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的大世纪工匠 我由衷的佩服他 也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 这一天呢 我估计我 也不会再有好多天陪伴你 只要老爷查处了 我还是要专心 我小子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是想从这种行动来理解我支持 实际上那次我来 本来你多次都喊我不来 我要来的目的就是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一直在你身边 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有玩自己蜂蜜 要销售出去 好多时候我也不想自己摊 但是我带的是明亮 你就肯定会想得起 前面那一家鞋坡 给你们讲清楚 我现在卖文化 但是我觉得 跟着他们这一路走来 真有意义 我希望跟他们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的合作社才刚刚起步 老乡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我知道他对我的所有支持 都是出于对朋友的尊重和理解 这个东西是之前的 年前 实际上就该给你们了的 去年落魄回到老家 我走亲戚没带礼物 老乡一直默默记在心里 春节前我开那两场直播 灌状出来的蜜没够满 春节后灌出来的蜜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我扭平的父老乡亲 是怎么办 就是这个天空的天空 都画得很大 真是这一路 有什么事 可以带来的 你说什么 顺利 我可以带来的 老象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办的这件事情 老象送了多少蜜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我爸我妈特别开心 他们都说 这样的伙伴一定要珍惜 我对香大炮的敬重 还远不止这些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今天赶到凤姐帮我寻找脑鹰茶树 雨天还要赶回车间亲自验售 即将上架销售的每一瓶蜂蜜 你太不可惜了 你任何人都挣到钱了 到不得我们想要的标准 再跟他喂回起来 你叫他兄弟你要吃 把衣服都穿不去要吃 什么时候 通常你力全都拿来 拿来 红灭 你别哄死了 那是就的 你不让我穿得起衣服也好 穿不起衣服也好 那不是我都寄钱了 你没衣服穿 我总一定把这个成分不够的 找得要 喂风人 你不可惜了 没在衣服穿的我寄钱了 长期那个裙子寄都寄不到 没在那裙子寄给你 你不可惜了 你得是哪个裙子寄给你 别人都不寄给你 那万一就寄给他说 我的人有点根子 给他试试 他要挤着给我 都长啥了 根子 你都从他打开去 跟你们再根子 这个根子 合作社去年总产量 两万五千多斤 五倍子米 由于中低海拔臂园区 受汗气影响 向大炮凭着一双肉眼 果断淘汰了一万多斤 现在冠装出来的封闭 又被他淘汰了 三四百坪 走走走走 快发电 把我的两个密码箱拿上来 快点快快快快 把密码箱拿上来 开始干活了 而今老杜在长江水底的防水堵漏工程出仗告解 他说过些日子还要来奉解 勘察论诊另一个大工程 用他夺创的灌浆新技术 让熊奇的奎门更加稳固 好久能跟着我混 你考虑一下吧 好我考虑 与堕老板相比 向大炮干的都是一些小事 这个位置可能作为一个点嘛 对不对 也是差不多五米五 然后往中间轮廓 再打个横梁 都是大概一个三角形的那种 都是也可以作为这个 来 不是这种风群不是来的吗 我们可以这边住宿 对不对 我们去抢一种棚子那种样子 都是建议的一个 也不是笔合书嘛 都比如说一个 休息室相对于 关键是棚子好 现在我们也建的棚子 可以定在这个位置 联系 对对 还有个问题就是风群 风群房的地点 嗯嗯 王荣带着爷爷奶奶去重庆旅行期间 向大炮却在为这个家庭 谋划更温暖的未来 我们养风合作社的第四分场 就悬置在王荣的脑架 只为了让王荣回家 也许我敬佩的脑肚能教会我挣钱 但是他的团队没有我也挺好 就算需要也是一时的 脑像是我敬重的人 我们的养风专业合作社 还处于初创阶段 也许这是我们彼此之间 一生需要 我愿意在最需要我的地方 做点小事 每一年 年轻人物 我愿意在这个地方 我愿意在哪儿 奇蚱 我愿意在什么 我愿意在你 你不及的 我们就此在一生 调整这些表情 务力 我会 我愿意在这些事